他原本是被王晶捏造出来的一个角色 结果却成了人们心心念念的小仙女 2005年由王晶指导 张卫健、谢霆锋主演的电视剧《小鱼儿与话无缺》开播 这部由古龙小说《绝代双交》改编的电视剧 一经播出便引发全国热潮 并在中国各个省份拿下收视冠军 该剧最高收视率达34% 最低也有80% 是当年暑假当之无愧的霸榜电视剧 12.剧中观众最喜欢的主演 并不是导演们预想的张卫健或者谢霆锋 而是被王晶捏造出来的女儿豪慕容仙 为什么说是王晶捏造呢 因为在古龙原著中 并没有慕容仙这个角色 跟小鱼儿有情侣关系的也只有圆拳扮演苏英 喜欢点赞加关注 但是王晶素来追求票房或收视率为目标 为了迎合观众喜好 于是把原著中女配角慕容酒 和张静的性格进行融合 这才诞生了慕容仙 之后自作主张让慕容仙爱上了小鱼儿 并演绎了一段精致之恋 王晶或许能够预想这个角色会销毁一段时间 但或许对不起太大的烂花 毕竟当时有不少原著粉对她的魔改十分不满 可是电视剧因播出 《小仙女》竟出奇意料地迎来了大爆 当时热门网站对小鱼儿与花无缺的所有角色 进行喜好排名 结果扮演花无缺的谢霆锋 居然落后于扮演慕容仙的白雪 而在二十集左右 慕容仙死去后 所有人都替她感到悲愤不平 认为这是整个电视剧的一大败迪 甚至有人觉得小仙女的字 自己就看完整个电视剧了 而剧中的原定与主苏英下场就散得多 或许是编剧速度不给力 苏英跟小鱼儿的感情远远不及慕容仙 有的还认为苏英完全是为了死而死 没有太多感染力 就在这样一个机缘巧合的推动下 女儿号慕容仙迎来反省的一起 当然与这一同同同的还有慕容仙 扮演者白雪